罗马书第九章第三十节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 就如经上所记 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罗马书第十章 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 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照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 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你若口里认为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 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诚意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以上是神的话语 感谢神 谢谢Grace姐妹 帮我们读出今天的这段经文 那我们 今天是已经到了 整个我们最近这个罗马书 九讲的第八讲 所以前半七讲 讲到了第八章的结束 罗马书整个是有十六章 所以我们前面七讲 是讲的前面的八章 很多时候 我知道在不同的场合 大家研读罗马书的时候 习惯性的都把前八章 当成罗马书的重点 虽然说它只是到一半的位置 那么我们这次这个正道系列 也有点类似于这样 我们把重点放在前面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我们自己读整个罗马书的时候 我之前有说 我们自己要多读几遍 然后我们读的时候 读到这里有没有感觉 从第九章开始 好像突然有一点转折 所以很多人说 特别是对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 一些圣经的学者 会有不同的看法 就说保罗他说他是一个 他自称是什么 神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 但是为什么在九章到十一章这里 他很重要的对象 好像变成了犹太人 以色列人 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好像是他又回到了 再去重复之前所说过的议题 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讲过 保罗在前面已经反复的讲 因信称义的道理 所以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说 在宗教改革的历史当中 特别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马丁路德 对于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特别强调 因为对他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使得他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折 那么在 我们今天看的这处经文里面 刚才Grace姐妹帮我们读出来的 当中其实讲的一个中心的问题 还是得救 保罗为什么又回到这儿 他之前跟我们讲了很多因信称义 因信得救的道理 为什么现在好像又 对以色列人 再去讲这个得救呢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 就是真知 就是真的知道 真的明白 真行 就是真的活出来 然后真的得救 所以用了三个真子在这儿 把这几方面联系起来 知 行 以及得救 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绝对不是割裂开的 先让大家听一个段子 或许你们听过 类似的一个段子 有一位非常聪明的人 有一天呢 他跟他的一位朋友 一起 在一个小型飞机上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这个飞机上有三个人 除了这位非常聪明的人之外呢 还有他的朋友 以及这个飞机的 这个驾驶员 飞行员 在半路上呢 飞行员 突然就告诉他们说 大事不妙 我们现在遇到的意外的情况 这个飞机 现在失控了 我没有办法掌控它了 我们可能很快就要 这个飞机就要坠落了 我已经尝试了各样的办法 都不能成功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只能跳伞了 所以这个聪明人听到之后 他第一个反应 就是 我是一个聪明人 这个世上还有很多问题 需要我去解决 所以我必须 我必须有一个降落伞 可以跳下去 但是飞行员就说 还有一个不好的情况 我要让你们知道 就是我们有三个人 但是呢 我们只有两个降落伞 所以这个聪明人 听到飞行员说的这句话的时候 二话不说 抓起来一个 他就先跳下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 聪明人的朋友 就问那个飞行员说 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 两个人 只剩下一个降落伞了 然后这个飞行员就告诉他说 我不用担心 现在飞机上 还有两个降落伞 你那位聪明的朋友 他刚才抓的是我的背包 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是这个意思 我所讲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自以为聪明的人 他以为他抢到了一个降落伞 但实际上呢 他抓的是一个背包 他就跳了下去 所以到底哪个人背的是降落伞 哪个人背的是背包呢 那为什么讲一个这样的段子 其实意思就是跟得救还是相关的 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 又跟他的这些骨肉 相亲同胞去讲 我们 我刚才说的第九到第十一章 其实保罗都是重点放在 犹太人 以色列人的身上 所以第九章一开始 他就说 他跟他的这些同胞 他说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 为我骨肉之亲 所以他讲的是什么人呢 他讲的是以色列人 因为保罗自身 他是以色列人 所以他讲说 为我的弟兄 为我的骨肉之亲 所以包括整个以色列人 当然也包括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他说为着这些人呢 他说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这是在第九章讲的 然后 在第十章 一开始他就说 就说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所以保罗为什么这样 对以色列人讲 而且在第九章里边 保罗 他列举了以色列人 他们从先祖 亚伯拉罕开始 经过摩西 经过众先知 他们从神那领受的 方方面面的 许多的福分 在这儿我就不再列出来了 所以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认为 他们整个民族 是神所拣选的民族 他们是 与神立约的子民 所以他们是蒙福的 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认为是什么呢 他认为 他们的得救 是百分之百的得救 毫无疑问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 就指出来他们的问题 保罗说 实际上 他们是活在一个 自以为得救的状态当中 所以保罗清楚的知道 他们虽然自以为得救 但是他们还没有得救 所以这是保罗 为什么如此迫切的 好像摩西那样 向神祷告说 神啊 如果是我的这些 弟兄 这些以色列的百姓 能够得救 我哪怕 我的名 被你从生命策上涂抹 我都愿意 所以摩西和保罗 他们都有这样的 为着自己的这些同胞 去向神代求的 这样一种迫切 因为他们看到那些同胞 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他们还没有得救 而且不光是没有得救 他们甚至是 他们自以为得救了 他们活在那个 安逸当中 所以这就是保罗 为什么在这里 要去讲 跟他的 以色列的这些同胞 再去讲 其实这个讲的核心 还是我们说的是 福音的核心 而且福音 能够给人带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得救 所以我们在这儿 先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看的 这个经文 或者说很多弟兄姐妹 都非常熟悉的 罗马书的十章 九到十节 保罗在这里说 你若口里认 耶稣为主 心里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所以保罗实际上 是在这里 给我们一个 对应的标准 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姐妹 分享了很多次的 我们不要去论断 其他人 但是我们需要 有判断能力 特别是对 自我要有判断能力 所以 这个问题就是 如何确定自己 是真的得救 我们不能像 保罗在这里 看到他的那些 骨肉同胞的时候 他的心里的交集 我们为什么会得救 我们怎么样能真的得救 并不是说 我们来到教会 在教会里的人 就一定得救 因为你来了教会 你就得救了 不是这样的 保罗告诉我们 一个标准是在这 所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保罗如何怀着 这个急迫的心情 想告诉他的同胞 而且 不是说 我刚才有提到 很多圣经学者 就觉得说 保罗既然是 他是神所拣选的 外邦人的使徒 为什么他在这 又针对以色列人 去讲福音 讲救恩 简单的来说 保罗在十章十二节 他说犹太人和希腊人 并没有区别 虽然说 他讲的是 另外的一个意思 是在救恩方面 在神的主权 在神的怜悯方面 无论是犹太人也好 或者说外邦人 其中一个典型 当时的典型就是 希腊人 所以无论是 以色列人 或者非以色列人也好 并没有分别 并没有分别 所以 我想大家 可能 跟我一样 我在读的时候 我也是在反复思想 为什么保罗 为什么要这样 专门再对以色列人去讲 实际上 他是透过以色列人的失败 透过以色列人 他们的历史 去让 不光是以色列人 去思想 去反思 去明白 而且 也让其他的 非以色列人 这些外邦人 从以色列人的身上 看到他们是如何失败的 以及 看到神 是如何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 是始终来掌管 并且赐下他的恩典 当然 是透过以色列人来赐下的 特别是 那位耶稣基督 他生下来是 以色列人 他从肉身上来讲 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不是吗 所以我们今天 也是一起来看一下 以色列人的错误 以此来明白 我们也会犯像 以色列人一样的错误 我们也需要像 保罗那样所盼望的 从这样的错误当中 走出来 得以更正 这样我们才能够 真正的得救 所以虽然说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领受救恩 不单单是为了个人的得救 而且我们要从初信的时候 我们看重自己个人的得救 当我们慢慢成长成熟的时候 我们要把那个目光从自身的身上转到 更多的要注目在 我们的主的身上 注目在神国的扩张上面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次的 但是当然 如果是回到一个基础 那么当然还是要讲到人的得救 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儿讲 还是把这一切都先指向得救 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让大家明白 我们虽然说是指向得救 但是得救不是唯一的 或者说终极的目标 那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起点 所以在这里保罗 他在第九章 我刚才有跟大家有提及 就是第九章前面很大一部分 保罗就提到 在过往当中 神是如何赐给以色列人各样的福分 所以神于亚伯拉罕立约 神透过摩西赐下律法给他们 有各样的先知的预言 启示赐给他们 等等等等 但是以色列人 他们还是在那个 可以说是一个混沌的状态之中 他们是在一种属灵的骄傲当中 他们觉得说是神所赐的恩典 是单单是属于他们的 所以神是单单看顾以色列人的神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因为神是掌管全地的 神的恩典也是要赐给万民的 所以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最初立约的时候 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神不单是赐福给亚伯拉罕 不单是赐福给他的子孙 而且神要借着他的后裔 使地上的万国万民都得福 这是神一开始与亚伯拉罕立约 就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以色列人在这方面 有一个很大的误解 或者说他们的属灵的骄傲 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他们单单的 只是去追求一些表面上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忽略了与神建立真正的关系 单单的只是去做一个宗教徒 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这儿 所以保罗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原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 反得了义 就是因信而得了义 所以神要赐福给地上的万民 而不单单是以色列人 但是他是先从以色列人开始 所以以色列人以为说 神就不会赐福给外邦人 所以之前确实没什么外邦人的事 但是现在呢 那些之前不追求神的义的人 那些外邦人 他们反而得了义 而且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到呢 因信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强调这个信字 但是以色列人呢 以色列人是追求律法的义 他们就执着于在那些规条 僵化的一些宗教上面 所以原本律法是好的 所以摩西 那我们前两天 我们正在《每日读经》 听到《立位记》当中 也有这句经文 就是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 这些律法赐给你们 你们如果按照这个律法去生活 去行的话 你们就一定得活 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明白 这个背后真正的意义 他们就只停留在 那个僵化的表面 所以他们这个所谓追求律法的义 就跟保罗前半句所讲的 外邦人因着信得了义 那么 以色列人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不信呢 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说 他们没有得到 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所以神赐给他们这样多的福分 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得到 他们自以为 他们抓到了那个降落伞 但是实际上呢 他抓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背包 我想其实这个话题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不单单是对于以色列人 其实更是对于我们 已经信主的这些外邦人来说 信心和行为 它是连接在一起的关系 特别是我们如果要读雅各书的话 更加强调我们平时所忽略的 容易忽略的那个行为 所以当我们讲因信称义 因信得救的时候 那个信心一定要通过行为来表达出来 但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 他们单单只追求行为 而没有内在的信心 那我想我们今天作为 我们是外邦人的 我们是非以色列人的读者 所以我们听到保罗所讲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要从自身的角度去理解 那还是说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 所以在神的面前 如果神 要看我们的信心和行为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我想坦白的讲 现代的福音派 有时候可能过于强调因信称义 过于强调因信称义 而没有去讲说 有了信心要表现在行为方面 以至于说 我们今天如果跟保罗当时所批判的 这些以色列人来比较的话 保罗只是批评他们有信心 保罗并没有说他们没有行为 他们还是有行为的 我们如果跟那些以色列人来比较的话 我恐怕要讲 我们今天连行为上都没有表达出来 当我们看到礼拜天 在教会里边聚会的人数 当我们看到我们对于主日崇拜 我们对于团契 我们对于每天跟神的亲近 我们去思想我们的态度的时候 我们不光是内在去轻视了 这些我们所当行的 而且外在我们所行的 恐怕我们将来都很难向神交代 所以以色列人犯了这样的错误 我们今天有没有 也是类似他们 我们以为说我已经因信称义了 我稳稳的得救了 但是实际上 我们既没有行为 我们的信心 也只是一个口头的信心 所以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 不光是刚才所提到的 那么在第十章里边 保罗 他再次表明 他是希望以色列人得救 但是他还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 你们为什么不能得救 你们为什么现在还处于一个 没有真正得救的状态 他说我可以证明 所以他说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向神是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所以类似于刚才所说的 一正一反 他们有行动 但是没有真正的信心 保罗在这里也指出他们 向神是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这也是我们今天 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 我们以为说 我这样就是爱神 服侍神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这种出于个人的热心 可能不是出于神自己 启示给我们的 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 爱他服侍他的 所以我想这样的例子 有很多 所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导致的结果就是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还是今天的我们 如果我们这样行的时候 还是我们自以为得救 但是我们没有真的得救 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思想的 在我们的信仰 以及我们的信仰 体现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个内在的真的信心 有没有表面能够活出与我们信心相称的生活 然后我们 有没有持续的 去热切的追求生命被神更新 追求去爱主服侍主 是凭着神所启示给我们的 在他的话语当中的真理 真知识 在他的旨意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自我去反省的 这也是我鼓励大家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常常的去 在主的面前 在真理当中 以靠圣灵的帮助 去自我反省 让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是否保持着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么什么是神的真理呢 如果是跟刚才以色列人的错误对应的话 什么是神的真理 在第十章第四节 保罗 他的神学 或者说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神学 的核心应该都在于死 就是 律法的总结 就是基督 就是我们 我们的神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当我们明白 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 结果 或者是生命的影响 就是使凡信他的都得着意 那我在这儿需要稍作解释的就是 无论是我们中文的翻译 还是英文的翻译 这个总结 我们 我们这个版本 合合本是翻译成律法的总结 但是 或许呢 把它改成终结 把它翻译成终结 能更为贴切的反映出原文的意思 律法的终结 就是基督 所以什么叫律法的终结 是基督呢 意思就是 律法的终点 或者 律法的目标 就是基督 所以 以色列人 他们之前 领受了律法 摩西也清楚地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按照律法 去行的时候 你们就必定得火 但是 我们看到 从来没有一个人 能够完全地 达到律法的标准 除了那位从天降世的 成为人的样式的耶稣 所以耶稣 给我们 活出了一个榜样 就是 他能够如何地 成全律法 他能够如何地 按照律法的一切 完美地活出来 而且不止于此 更加在最后 因为人 无法达到律法的 要求 而且按照律法 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要承担 那个犯罪的结果 我们每个人都要死 所以 耶稣不但是 自己活出了一个 完美的榜样 而且 他到最后 也代替我们 去承担 那个罪的刑法 所以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讲 福音的核心 是基督 而且我们认识基督 最重要的 要理解十字架 以及他从死里 复活的意义 所以这里保罗说 律法的总结 就是基督 不光是他告诉 以色列人 也是让我们明白 不要再单单地 去追求律法 而 得着义 这就是称义 称义 就是我们可以得着 神所赐给我们的 或者说 神称我们为义 所以这就是让我们 把我们的焦点 单单地放在基督身上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 已经看过的经文 弟兄姐妹 我在这儿 就把这个留白了 留白的意思是什么呢 留白的意思就是 我们需要记住 所以在罗马书十章 九节 十节 这里说 你若口里认 心里信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下边 这是我家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把上面的 对应在这里 因为它很明显的意思 就是一致的 所以人心里相信什么 对应上面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所以在这儿呢 也帮助我们理解 这个称义和得救 这个按照 那保罗在这里的表达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种对仗的方式 在这里表达的 也就是 称义和得救呢 它是对应的 它是 它是对应的 它们是一致的 相同的意思 所以并没有说 一个人 他因信称义了 但是 他以后 不能得救 所以称义 就必定得救 得救的人 必定是一个 被神称为义的人 所以这个 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是我们生命的 关键的转折点 它也是我们一个新生命的起点 所以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真理 你若口里认 耶稣为主 心理性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口里的承认 是因为心里边 真正的相信 所以它既代表了 我们相信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个无可辩驳的一个历史的事实 而且呢 也表达出来 我们愿意承认他为主的时候 这是我们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既有客观的基础 也有一个主观的 要不断去追求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第九章当中 前面很大的章节 保罗其实是在强调神的主权的拣选 这个我们就不再去讲 但是我们需要去做出的一个回应 就是当我们明白 神出于他的主权 出于他的怜悯 在耶稣基督里 拣选我们 使我们可以得救 使我们可以被称为义 那么我们需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我们的回应是不是 愿意委身顺服 而且这个委身顺服 是要摒弃以色列人所犯的那个错误 因为我们和以色列人并没有分别 神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的时候 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救必得救 所以无论是那些活在自以为得救 但是实际没有得救当中的犹太人 还是今天我们这些原本是外邦人的 我们都要明白这个道理 而且我们唯一需要去做的就是真正的求告主名 真正的求告主名 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给我们的一个保障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但是在之后呢 我也必须说保罗给我们有一个提醒 我们跟以色列人也一样 他们因为不信 所以被折下来 那这是一个比喻 被折下来 也就是说他们得不到 他们得不到那个救恩 他们自以为得到 但是他们得不到 是因为他们不信 所以他们被折下来 你因为信 所以立得住 所以这是我们的关键 就是信还是不信 这是一个领受的途径 但是 你不要因为信 就自高 反而惧怕 因为什么呢 这是我说 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自以为说我是信的 所以 我一定没有问题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之子 也必不爱惜你 你自以为是信 但是你不是真的信 你没有内在的 确实的信心 你也没有外在的 应有的行为 你没有一个持续的热心 你也不是行在神的真理当中 那 结局 也要跟那些 自以为得救的 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被折下来 这些不是真信的人 也同样要被折下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 需要透过这个经文 我们去学习 我们要反思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真知 真行 真得救 再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